第三试题 下表显示金属甲乙丙分别于氧化铜氧化铁 是否发生作用 负表示没有反应 加表示有反应 则下列各金属所产生的氧化物中 哪一种金属的氧化物最不安定 老师上课强调过了 如果我是活性越小的金属 我的氧化物就会越不安定 我的氧就越容易被别人抢走 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表格当中 甲跟氧化铜没有作用 甲跟氧化铁没有作用 所以就表示甲的活性比铜要小 也比铁要小 那么其他的乙跟饼都是有作用的 所以就表示他可能会借在两者之间 或者是比这两者都要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个我们的甲A饼以及铜跟铁当中 甲的活性是最小的 所以它的氧化物会最不安定 第三试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各金属所产生的氧化物中 哪一种金属的氧化物最不安定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 O Aοu Esc , 板轮我们的氧化觉得 是A甲A 0B3 08 001 00어B3 05 001 001 002 001 00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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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00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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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03 001 000 001 001 002 001 002 002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2 001 001 002ai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